大家好,小米欢迎大家访问频道百米清水 亲爱的观众,收听今天的分享 你说的话,决定了你的层次 学成法师说,你说的话,其实就是别人眼中的你 语言,是一个展示自我的方式 也是一种认识他人的途径 人与人之间相处 通过判断嘴上说的话 就可以看出一个人内心是否成熟 思维逻辑是否缜密 甚至还能对一个人的修养,人品有所了解 在与他人相处时,如何说话 会对一个人的人生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会说话的人,总是能将话说得得体 将话说得让人觉得心里舒适 并且通过说话达到高效沟通与交流 说话,可见一个人的层次 一个人怎么说话,就意味着他的人生将处于哪个层次 说话,见修养 一个人,有没有修养 其实,不用猜测 不需要试探,只需要听他开口说话 便能清楚 层次高的人,说话有修养 说话得体,而不失分寸 相反,层次低的人,说话总是容易重伤他人的自尊心 总是会炫耀自己,说话没有修养 让人觉得他内心空洞而无趣 《红楼梦》中,贾宝玉和薛盘坐在一起吃饭时 席间为了增加更多的趣味,大家决定吟诗作对 贾宝玉所作的诗,可以见其才情 温文尔雅,一看就是名门世家出来的贵公子 而薛盘和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不仅闻墨不通,而且说话粗俗 让人都不想听下去 他一开口,大家便知道 他是一个没有内涵的人 空有万贯家财,却没有一点风度与内涵 层次高的人,说话时 注重礼仪,注重场合 与他人不随意开没有分寸感的玩笑 不随意做没有借现感的事 并且,态度亲切,不焦不燥 所说的话,能拉近彼此之间的关系 惹人喜爱 说话,见一个人的能力 语言,就像是调料 你怎么组合,就会呈现出不同的味道 有能力的人,不但会说话 而且还总是能让别人愿意和他交流 生活中,我们经常见到有些人 与别人交流时,十分不善于交流 常常,问什么就答什么 从不多说一句话 那是因为,他们的表达能力低 内心对自我不自信 害怕说错话,引得他人不悦 而能力强的人,总是能根据别人说的话 拓展自己的想法 并且,在这个基础上 抛出让对方感兴趣的新话题 可以让两个人的交谈继续下去 而且,与人交流时 他说出来的话,井井有条 并且能够满足对方的求知欲和好奇心 能让对方有一种受教的感觉 能力强的人,思维组织能力很强 在短时间内,理清思绪 并且用简短易懂的话语描述出来 总是能轻易把一件事讲得很清楚 明了 越会说话的人 办事能力与效率也会更高 说话,见一个人的人品 人生在世 判断一个人的人品是否可靠 其实从他说话就能看出来 人品好的人 在与他人说话时 总是会给他人留余地 留退路 而人品不好的人 说出来的话不但伤人 而且还常常让他人颜面无存 曾国藩说 话不说尽有余地 是不做尽有余路 情不散尽有余韵 人品好的人 说话的时候 不会接人的短处 更不会随意议论他人的私事 说话极有分寸 能够把身边所有的人都照顾到 彼此相处的舒服融洽 并且能够活跃气氛 但是不会悬宾夺主 会恰当好处地表现自己 但不会遭到任何人的记恨 能照顾到更多人的情绪 带动大家更团结 能够友好的相处 说话正直 不谄媚讨好 也不会阿谀奉承 会真诚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不会给出模棱两可 让人去猜的答案 人品好的人 能够感觉到他有一颗善良的心 时时刻刻替他人着想 说出来的话得体 而又让人觉得温暖 人生路上 请学会好好说话 好好做人 在与人交流时 保持自我的修养 做一个懂礼貌 说话会分场合 不会打扰到其他人的人 不管与谁相处 都会保持一定的礼节 面带微笑 给予他人最大的尊重 不会妄加指责 评判他人 更不会随意地伤害别人的自尊心 懂得用话语去温暖他人 而不是把语言当成武器 总是带给他人伤害 说话也是一种修行 从一个人说话的语气与态度 逻辑思维的缜密性 以及话语所表达出来的诚意 可以看出一个人到底是怎样的层次 好好说话 不要因为语言上的问题 给别人留下不好的印象 人生路上 你好好说话 人缘就会越来越好 机遇就会越来越多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